台湾纪录片最近都叫好叫做 那么这部由焦布阿达欧所监制 隋唐担任出品人的流浪狗纪录片12页 上映三天 全台湾票房达到1300万 创下了国片首周票房纪录 这部片子也吸引了不少爱猫爱狗名人的加持 官方脸书上 小雅轩 曾宝宜等大咖分享合照 名人加持之下 电影首周票房累积1300万 小盛看见台湾成为当周新片冠军 更创下台湾银食首周票房最高纪录 名人宣传永远是最便宜 然后反应最好的一个做法 包括说谁去看过了 或谁对这个的推荐 名人拉台电影有不同的包装手法 纪录片白条河 导演李烈 王小弟包场支持 翻管班达还则是请明星站台力挺 看见台湾结合脸书 透过名人口碑和宣传 推升曝光率 因为名人很容易带动大家 愿意看第一波的口碑 可是电影真正会不会卖 第二波口碑才是真正的重点 因为消费者走完名人之后 剩下就是素人